你知道仙仪族到底有多强吗 将朱雀星各大修正国完全占据 只剩朱雀国岌岌可危 连问顶后期的朱雀慈也被打成重伤 长得朱雀星即将彻底沦陷 王林又该何事何从呢 就在仙仪族进攻朱雀星时 王林只在顿天老祖的帮助下 成功突破阴殿 救赎了司徒南 恰逢朱雀慈闯入炼魂宗 强强十亿尊魂犯 顿天立战而亡 最终司徒南将朱雀子侵退 为了尽快恢复实力 司徒南找到一具童子肉身 开始落实 王林则准备返回楚国 安得好周如之后 一看朱雀星 却在赶路途中 经文三个五级修正国背叛 朱雀子也被失利云雀子偷袭重伤 而云雀子的真实身份 恰然就是仙仪族的二组 王林顿时有着强烈的预告 云雀子必定会找上门来 因为当年云雀子化身拉他起干 曾对王林有指点之恩 如今正方仙仪族与朱雀国大战 王林又应变修为 云雀子必然不会放过这份助力 回来 就在王林即将来到楚国时 一味修士找上门来 此人就是大尔修士中五太 同样是云雀子选通的棋子之一 中五太现身之后 并未多说 只是与王林饮酒 赶怀当年的往事 但王林知道中五太为何找上自己 于是果断表明 不会再见云雀子 也不会参与仙仪族与朱雀国的战争 中五太闻言 默默喝完最后一壶酒 留下了柳梅的意境遇见 最后转身离去 王林并未拒绝这枚遇见 由梅奉朱雀子之命 要在王林心中留下痕迹 以便吞噬生死意境 不全千万无形道 两人之间必有一战 而这枚遇见就显得颇为真贵 王林查看一番后 继续向楚国赶去 而此时的云雀子 正在逼迫天宇宗脑土楚云飞 让其离开朱雀星 不要插手这场战争 丑云飞毕竟有着问鼎 初期修为 当然不会轻易就范 但在云雀子面前 丝毫没有反抗之力 被打成住伤后 幻默地离开了朱雀星 朱雀子感知到云雀子出手的气息 连忙挪移之死 然而云雀子早已离开 并留下一道信息 三个月之后 在朱雀山下一决胜负 对于云雀子留下的三月之期 先一族一族十分不解 此时的先一族内 有309页数咒识 一位十页数咒识 加上一族 这位十一页数咒识 想要击杀朱雀子十分容易 根本不用等三月之起 云雀子沉默一番才解释到 朱雀子拥有修行之经 掌握着朱雀星上 所有修神的命魂 随被二代朱雀封印 但这么多年传承下来 一代朱雀已经找到破解之法 特使强杀朱雀子 于此往破之下 必然会毁灭修行之经 到那时事态一发不可收拾 修之联盟定然会派人调查 贤一族并无抗衡修真联盟之力 到那时可能不止被封印这么简单 原本按照云雀子的计划 是暗中培养棋子成为下一代朱雀 慢慢架空之下 贤一族也会逐渐融入朱雀星 到时自可并不缺恋地占有一席之力 可是贤一族一族等人太无极限 草草发动战争 还暴露了云雀子的身份 使这个计划无法再继续进行 朱雀子选中了两个继承人 一位前锋 一位柳梅 而云雀子培养的鞋子子心 就是针对前锋之人 说是前锋真能继承朱雀之位 最终也会便宜紫心 而针对柳梅之人 正是戴尔修士周武太 由于周武太身怀轻炉血脉 天资颇为不凡 应对修炼千幻无情道的柳梅 不在话下 除了这两人之外 云雀子又遇到了王林 根本觉得王林自治平平 并无出奇之处 但却能领悟生死轮回意境 并且在心界之行时 斩到蝴蝶一臂 之后心为飙升 引起了朱雀子的注意 还得到顿天的青睐 得到十亿尊魂法 多此契约只能说明 王林身上才有太多秘密 于是云雀子将其定为 计划最终的执行者 但这个计划 随着云雀子身份暴露 出现了意外 王林不愿再出手相助 所以云雀子留给朱雀子的三月之戏 就是迫使朱雀子 献祭修行之间 到那时所有人为了命魂 都会成为散烫猪雀子的助力 听到云雀子的完整计划后 献一族一族不再多守 认可了此番计划 与此同时 王林也感到了楚 只是此时的楚国 已经完全被献一族占据 只见一株巨大的植物直插云霄 一个个献一族人 穿梭在植物当中 将后还带着许多 轮微傀儡的修饰 王林刚一出现 就引起了献一族人的注意 七八个术周是 暗话不说直接下来 王林并不想与之纠缠 真心一闪就消失在原地 一路掩泥气息 来到周如出生的那个小山村 但此地早已荒无人也 只有无数奇异植物在摇曳晃动 只能轻他一声转身离开 一路上王林看到众多仙仪族人 向朱雀大陆飞去 对是仙中一动 眼下仙仪族人倾逃而出 仙仪之地内的树枕是 只怕余留不多 正是前去探查的大好时机 此前王林就曾闯过第三层 获得了轮回国语轮回树 若是能继续深入 或是未得到其他宝物 于是王林悄然来到仙仪之地的入口 不过却并未冒然宠入 而是以木雕分身试探了一般 发现入口之处 被内株直查云霄的植物守护 灵力与傀儡都无法陷入 只有魂魄可以自由穿梭 查明之后 王林放出十一尊魂番内的魂魄 凝聚成一具魂魄凯甲包裹自身 成功进入了仙仪之地 因为曾探索过一次 一路畅通无阻 很快就来到第三层 当年获得轮回果之地 由于当初轮回树被王林砍断桶走 此地只剩下一个牲口 探查一番后 王林赶往第四层入口 天遇了一位六叶术咒识 带着十多个傀儡修士 进入第四层 王林隐匿身形 混入这些傀儡之中 来到第四层之后 这位六叶术咒识 将一种傀儡修士卷起 来到第四层中心位置 只见此地有一棵三丈多多的轮回树 树上复着一位回身式伤的老者 其眉心之中 一株八叶植物缓缓闪烁 树下还有十多个六叶术咒识 全都带着傀儡修士 正不断念诵复杂难明的咒语 一个个符文不断飞出 轮回树催生出许多枝条 将这些傀儡修士卷起 随后开始吞着这修士的灵气 再展化为符文之力 为树上的老者疗伤 王林快产一分后 把下老者的伤势再逐渐恢复 当即决定先下手为强 真心一闪就来到老者身旁 马然向其攻去 老者瞬间被惊醒 但却为时已晚 直接被这一击中创 几乎立刻生死 然而在复为之力的加持下 还是强忍着伤势 向远处逃去 四周的六叶术咒识 被突如其来的变古惊呆 发现王林是应变强之后 纷飞向思念八方逃去 这次王林并未理会 直接一场飞毁轮回树 被树枝卷起的傀儡修士 对之清醒过来 王林让这些修士自行逃命 自己则向那位八叶术咒识追寻 前方逃色的八叶术咒识 想不通为何仙仪之地内 还会有鹰殿修士来袭 但眼下顾不得太多 还是逃命要紧 只要能冲入十一层就能得救 因为仙仪族的三组 就在十一层疗伤 然而八叶术咒识没想到的是 王林速度实在太快 发眼界就追了上了 并且出手就是仙剑 延续几件之下 八叶术咒识 直接被斩下头颅 只是死人体内并无魂魄 只有一枚奇异的符纹 王林将其收起之后 在第四层扫道一番 这才进入第五层 只见此地遍布奇异之物 王林神神横扫之下 发现了三棵轮回树 哪个树上都有一位八叶术咒识在疗伤 王林身行一动 就要顾忌出师 将这三人击杀 然而刚刚靠近一棵轮回树 就遭到树枝的攻击 无法靠近受伤的树咒识 并且一道神念 从四周的植物内传出 乖来者 离开这里 王林眼中寒芒闪烁 直接取出十亿尊魂帆 从无核出温顶之魂 开始大开杀戒 在温顶之魂的攻击下 这三位疗伤的八叶术咒识 全被斩下头颅 由于温顶之魂的融合时间有限 王林不敢担等 合扫第五层之后 继续向下杀血 一路杀势如破竹 直接冲到第十层 斩上大量仙仪族人 来到第十层之后 温顶之魂的魂力消耗殆尽 变成无数虚弱的魂魄 飞入尊魂帆内 这一路上 除了斩下十几个八叶术咒识之外 还生活了大量的浮温骨头 王林将这些浮温头骨收起之后 望着第十亿层的入口 犹豫起来 这现役之地不知过了多少层 若是没有温顶之魂 绝对无法冲到这里 眼下温顶之魂消散 面对未知的十亿层 其中凶险显了意见 不过王林却在十亿层 地面被挖出一道道沟壳 连接成一个奇异的符号 而这符号又被诡异的红色液体填满 一位女子正飘荡在符号的正中央 眉心闪烁着一株酒夜之物 在女子上方 有一个打开的圈轴 这散发着丝丝黑气 穿入女子眉心 这圈轴王林十分眼熟 与她当年偶然得的 那个画轴法宝一模一样 就在王林观察之时 女子突然睁开双眼 对着王林轻轻说道 谢谢你把我当眼化身修饰 感悟出的一丝异境 残悔送来 王林面色难看 叠着死女一言不发 然而许丽国却突然从仙剑中飞出 直勾勾地看着死女 并且不由自主地向女子飞去 口中还喃喃自语地说道 仙子小妹妹别怕 一家许哥哥来了 女子看着飞进的许丽国 抬手点出一枕 然而许丽国却突然眼神清明 迎聚出一道剑盲射来 口中还怒骂的 贱人 你家许爷爷吃过一次亏 岂能再吃第二次 那女子始终保持微笑 前行吹出一口气 就将剑盲粉碎 吓得许丽国连忙飞回仙剑 王林心里记得 全身后问女子是谁 死女挖着王林 巧巧悦然地说道 当年在凶事当中 他们称我为魅姬 在西异族内 我是三组 王林顿时想起 静魔脑组收买许丽国时 就曾放出一个法文 同样叫做魅姬 她爱着法魂 就是死女感悟出的那丝意见 对象就不知活了多久的脑怪物 王林够加记得 身子缓缓后退 准备离开此地 那么王林该如何 从西异族三组手中逃脱呢 欢迎点赞关注 下期视频精彩继续